Hello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一下按键如何进行设置 首先我们打开和平精英游戏 进来之后发现视角完全是不受控制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设置,操作设置 需要把游戏的模式调整为第三种模式 这样视角就可以正常进行控制 我在W前进的时候大家有看到 现在维持的是一个持续冲刺的状态 按下Caps Lock键 切换为正常慢跑状态 这是因为我们此次的官方预设做了一次修改 我们回到植玩APP看一下我们的映射 打开植玩APP 我们看一下我们正常的位移按键 点进来之后此处多了一个急跑慢跑切换功能 我们将Caps Lock键默认设置为急跑慢跑切换键 这样就可以在游戏中随意进行急跑慢跑的一个切换 然后大家再看一下我们的鼠标放置的位置也发生了变化 由从前的右边移到了左边的空白区域 移到左侧空白区域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打开背包视角不受控制问题 第二点是打开背包不会再乱丢东西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当我按下F的时候我们能看到屏幕上有两个F键 这是由于我们设置了按键分身 我们点进F键看到分身点击分身个数为2 设置分身功能的按键最好是不要同一时间出现 例如单发连发的一个切换 这里要说一下我们单发连发的切换 选用的是鼠标侧键 有些鼠标可能没有侧键 那么我们可以随意进行更换 现在我要将V键设置为单连发的切换 点开V键 分身点击 然后分身个数设置为2 我们看到桌面上现在有两个V 把这个V拖到另一把枪的单连发切换位置即可 我们进游戏测试一下 V键单连发切换 我们切换到第二把枪 同样V键单连发切换 再回到映射页面看一下还有什么其他改动 此次我们将G键作为驾驶按键 左Ctrl键作为下乘按键 点进之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按键都是设置为普通点击 并且开启上下车专用 这里是要注意 如果你要自己设置驾驶键下车键的话 记住一定要设置不同按键 并且保证上下车专用是开启的 我们进游戏来看一下 G键上车 Ctrl键下车 完全不会有出现失灵情况 这里要说一下 我们需要把车键设置设置为中间第二轴 还有一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点就是小眼睛 此次我们将小眼睛设置为左Out 点进来我们发现 小眼睛的按键我们单独设置了一个吃鸡视角 我们看一下效果 也是十分流畅并且完全没有卡顿的现象 这里说一下 由于我们将左Out键设置为吃鸡视角 所以不建议大家去更换Out键 以上就是我们此次官方映射的按键设置说明 大家如果需要速定义进行修改 可按照上述方法进行修改 我们下车键设置的按键设置